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熟悉动画的朋友都知道 佐助是一个很敏感但又不擅长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在少年时期 佐助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弱小 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了木叶 在英小队时期 佐助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路上 最终变成了一个不折不克的复仇者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我们的策划团队最终选择了万花童写了远童树 天兆来作为最终奥义推出 相信不久玩家朋友们也可以从游戏中赶上到佐助那冷酷 但充满复仇之火的强大力量 对于佐助来说 复仙与珠波一族就是他取回自我的行为 对于佐助来说复仙与珠波一族就是他取回自我的行为 幽良的血统才被毁灭的话 那么他就佐助就要拿余者的血当作祭品 来进行复仇 如果说与珠波一族是被强迫接受不合理死亡的话 那么他就要用各不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与珠波一族对于佐助的爱 特别是他的哥哥有多深 他身上的复仇色彩就有多强烈 说到这个技能构想的话 我想先说一下英佐他的形象设定 首先我们知道佐助在后期的随着能力的变化 其实他的外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决定在这个时期的佐助采用 他的小袍形象的佐助 那此时的佐助可以说相对于疾风转时期 在能力上只多了一个天照 所以说天照是他这时期最具有特赦的技能 然后因此我们奥义的主体就决定为天照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照就是一团黑火燃烧燃烧燃烧 这样会显得非常单调 所以说我们在奥义的前半段加入了幻术的设定 大家看通话片的话也会发现 佐助在与八尾对战的时候 他使用万花筒显了远的幻术 将八尾困入幻军之中 然后我们在翅膀天照 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奥义非常丰富 英佐在我们游戏中定位就是高招A人 如果是让我给他进行一个大概的描述的话 英佐可能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灵活型 或者可玩性比较 对操作要求比较高的人 然后希望大家能对他进行研究 开发出他的一系列的延遭 这样的话可能他的强度会更上一个档次 另外我们在奥义中尝试了两种新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反射 然后第二种是红蓝片仪 相信这两种新的表现形式会使整个奥义显得更加丰富 以及酷炫一些 说到佐助其他两个技能的话 这还是挺困扰我的 这里我们采取了两个新的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一种类似于导电的机制 佐助在使用千鸟刀 将天鸟刀插入地面之后 他会使用左手触碰地面 这时候会有一个电流导向他的键 这就相当于一个导电的过程 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玩法 第二个新机制是一个类似于组合剂的概念 当你使用佐助进行格斗的时候 你可以将两个技能一起释放 这时候就可以使出 使出千鸟刀以及千鸟锐枪 两个技能的组合剂 威力当然会大很多 祝大家今晚欧气满满 获得你喜欢的人者 哇 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策划这句话 非常的点题啊 对的 要欧 祝大家欧气满满 对 今晚大家都欧气满满 是的 那我觉得经过这么一个介绍之后 想必大家已经非常期待 那究竟他在比赛中间会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佐助应该是打不过巴尾的 我觉得可能不会太强 真的吗 因为他没有一个破霸体的机制 没有一个抓取的话 觉得还是很难上场 但是你真的要这样独乃一下吗 我们一会儿真的可以一键分晓 就得看他实战中是怎么样的了 而且我刚才看到了中间有介绍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机制叫组合剂 对 他的两个技能同时按的话 好像是有 也是能打出效果的 没错 那也就是说明了这个组合剂 将会是一个很秀的忍者 好 那我们这边的工作员也已经就绪了 那究竟这场表演赛会如何呢 我们敬请期待 我们来看到这个比赛界面是 我们所看到的最新版的决斗场 对 新版的决斗场 就是主要改版以后就是 很多机制都是比较新的 全新的就是 包括你没有奥一点的情况下 你就是换了人子以后 是的 能有个新的奥一点 就是如果没有奥一点的情况下 然后血量增加包括这个伤害递减 就是你承受的伤害 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少 就是伤害会有个减免 就是现在没办法就是 一个失误就被秒掉 就是最典型的以前的面具男 一个失误就被面具男秒掉了 好 第一场我们佐助对阵面具男 这个技能有点像小银的这个 这个金豪船是一样的 是的 有点像 直接打起来了 可以看出这个伤害真的是非常高 这个佐助的伤害包括 卫宜 在我们这个血量增加的情况下 他的伤害依然可以打得很爆炸 这个普攻看起来也是非常稳定的 没错 这个二技能有三段 我刚刚看到三段技能 这个一技能有点像千尔绿枪 是的 二技能今天分三段就可以释放三次 直接开大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奥一技能 偏招 看起来感觉有点像 这个棱子 很像 对 因为他这个大招的话 他保护时间都没有结束 就直接给你拉到滑进去了 是的 那么这一场对阵奇拉比 其实在之前的策划采访的时候 我们有聊过奇拉比是有彩蛋的 对 因为就是之前也有人透露过 就是这个奇拉比有彩蛋 是的 那我们究竟这一场会不会打出彩蛋呢 我们也要期待一下 好 这个奇拉比开两个箭全焦 直接破霸体了 我的天 不是说不能破霸体了吗 这个人子怎么还加入破霸体这种东西了 这也太 那八尾了 匪夷所塞 八尾已经没有没法混了 那这个人子是真的香 很香 好 这一套一个连招的失误 一个技能的三连 再直接打起来 直接打起来好 再一个大刀斩杀 你斩杀 看看这个彩蛋是 太强了这佐助 他的技能是附带一个抓取效果 直接把你的这个尾梢化直接给打掉了 没错 哎 这里双方护交流波技能 真的有点像小英的这个技能 包括他可以从这个地方位移到上面 一个全歪轴的位移 好 这边 没有奥一点了 被抓中了 这个普攻脸到底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到比上一个形态的躲住 这个伤害就是有点 堪比这个神龙天真的伤害 而且是一个 在空中能把他打出这么高的伤害的一个技能 有点像你妈的这种单体爆发的技能伤害 那这里的话就直接带走了 他在我们新版的决斗场上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上分 对 我感觉这个佐助可能会反山 看了之后今晚会更加想抽 我相信已经准备好了 这玩意愈愈欲试 已经有点忍不住了 好 这里开局 被巴尾自己走到了 看一下 哎 鬼兽化 好 这边 被虐了一波 那这里的话 左度应该 就交代了 可能是要看彩蛋嘛 对 但是 他的尾一点有点不太够 是的 来看一下最后 据说这个 还是要给到一点点这个彩蛋的机会 哎 直接开档 好 那么咱们开一下 好 那么咱们开一下 能八围搭档 哇 这个彩蛋也是非常的亮眼 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有意思 互相击杀都有彩蛋 毕竟这个形态下的佐助是有一点故事的 对 好 刚才看完的这一波 是不是觉得 其实 很香 对 佐助是真香 对吧 这个轮子感觉 有点想法 是吧 他的这个 就两个技能是独一无二的 没错 可以互相的联动 没错 然后的话 就看起来也感觉很秀 并且可以破话题 是的 那你觉得 跟之前放出来的这个技能啊 这个视频来比的话 我觉得 我感觉差太多了 因为你在视频上看到的话 就看起来比较 是的 不发不不知道 对 比较平庸 好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进入第二场表演赛 这一场有徐左右 我们在赛场上面出现 徐左右的机会几乎是零 对 因为徐左右是不被纳入 这个无差别里面的 没错 因为他太强了 于成的弟弟 看一下是于成的弟弟 还是于成的哥哥 好的 我们期待一下 万花筒之间的对比 没错 这边网络加载中啊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比赛来说 决斗场 其实才是真正上分的观景 对的 我感觉这个佐助 他那个抓取技能 实在是有点恐怖 对 我们就来看 而且很快 很容易就能抓到 哎 这个开局 有点像小英的这个技能 直接略过了伤害 能够起手到了 哎 这边还利用这个位移 有点像这个动漫里面 就是这种 把东西扔过去 然后一瞬间 就跟那个东西交换的 这种感觉 好 这里再A一套 这普攻也特别稳 就是普攻的话 并且附带一个转向 如果说你剃身 不好剃的话 可能会导致 剃身的一个 就是 剃错方向 好 直接开 是没有彩蛋的 对 这个是没有彩蛋的 毕竟两个形态的 对 这两个人肯定没有彩蛋 对 没有彩蛋 对 没有彩蛋 好 我们 佐助对阵 问花童鞋问卡卡西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卡卡西还是很难缠的 对 卡卡西还是比较难缠的 两位不同的造化师做的 浩坑五五开嘛 跟谁都能打个五五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版佐助 开启一个箭 被这个吞紧了起来 雷先直接切过去 雷先贴下来一套普攻 开启霸铁 直接霸铁正面钢 直接霸铁正面钢 拖了这个蛤蟆 就是拖了蛤蟆还能打到他 其实他的这个 浮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的 这个就是位移的距离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远 好的 对战到鲜铭也是我们很想看到了 对 鲜铭目前来说在决斗场也是很厉害 非常厉害 配合地走整直就是 换了一个人一样 太强了 是的 尤其是在加强版的天 这个鲜铭之后 是的 好 我们看一下 鲜铭这波 开局直接空了两个技能 普攻起手到 卓柱 再A一套 卓柱也接下来 普攻打中 但是没有接上 好 双方都开了一波霸铁 这里一个雷切 再接上一个 哇 这波操作很久 诶 又是一波联动 这个技能 他可以释放次数太多 感觉他放了很多次 这里韩瓦仙人再打起来 直接开大枪 那这个血量能不能斩杀 你们来期待一下 诶 没有斩杀 没有斩杀 但是接杀技能 可以接技能 这个有点影响不到 这个很厉害 对 但是这个左座 感觉大招不止这点伤害 可能是没打全 是的 那么恭喜蓝队 获得胜利 恭喜蓝队 刚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简直就是 怎么说很秀的一个忍者 对 主要是他大招 还能接技能 有点肥瘦斯 那当然了 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相信玩家已经非常期待 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了 让我们把画面交给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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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